从鸟松去一间医院传出病患打人事件 原来是对婆媳到医院看诊 两个人轮流讲电话 结果媳妇讲电话太大声 吵到了一名后者男子 对方一气之下 竟然就动手推打婆媳二人 推完白衣妇人 男子接着伸手 再往局衣妇人后脑勺打下去 男子态度太嚣张 打人居然还敢呛声 不过一旁医护人员苦劝 男子连番动手 甚至打完人还想离开 紧紧抓着对方不放 妇人就是不准他打了人 还能没事落跑 医院里男子火气很大 气焰嚣张 接连出手攻击两名妇人 抓住她的时候 她就非常生气 从我的嘴巴这边揍了一拳 原本全部从口到尾 她如果打我的位置 都是在我的头部这边 她就一直攻起头部而已 原来被打的两名妇人 是婆媳关系 当时两人到高雄鸟松区 一间医院看诊 后诊时两人轮流讲电话 结果媳妇讲话太大声 吵到也在后诊的 这名正姓男子 加上男子认为 媳妇电话内容影射到她 一怒之下殴打两人 被害人于下午两点 到派遇所提出告诉 本所立即通知嫌疑人 到案说明 以请敲通地检署侦办 两名妇人当场验商 到派出所提告 一时难忍情绪 动手打人 有话不能好好说 进了警局 后悔也来不及 记者王超群 高雄产投报导